針對臺灣駐港辦事處爆出 被要求簽下議中切結書 因為拒絕簽署多名員工的工作簽證 一到期就被迫返臺 中華民國內政部長徐國勇 傍晚接受了媒體訪問 表示說絕不接受議中原則 什麼所謂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 這一種原則 這我也不介紹 而今天是三倍券上路的第一個週末 內政部長徐國勇也來到士林夜市 使用三倍券 徐國勇表示 他小時候就是在士林夜市長大 對於附近的攤商相當熟悉 一拿到消費券就到士林夜市消費 也鼓勵民眾都來走走振興經濟